今日健康,中国第一健康危坎,喂,怕冷,喂,十二指肠溃疡,容易在秋冬发病,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冷,但是别以为夏天天热,就可以为所欲为了,本身容易胃痛,肚子不舒服的人,如果再不控制自己狂吃冷空调,狂吃冰激凌,当心喂发过沫,心,怕且,吃烟火都会带来高血压,心血管疾病的也坏了。 眼中含有大量的纳粒子,那会引起体内血容量的增加,吃得太咸,会导致血压升高,心脏负担也会加重,对,怕烟,除了吸烟,被动吸烟外,厨房油烟,装修污染等室内环境污染,也是引发肺癌的危险因素,研究表明,厨房通风不良相比通风良好者,坏肺癌风险会增加49%,肝,怕胖, 脂肪肝与节点基因有关,一个人体重增加了3%到5%,就很有可能从原先没有脂肪肝变成患有脂肪肝,一般而言,肥胖的过程是先胖肝,再胖腰,最后是整体的体重超标,成为一个零负其时的胖子。 当然,临床上发现瘦者也有脂肪肝,这是因为胖不胖,不能单凭体重指数,还要看体质比,如果肌肉少,脂肪多,还是有可能换脂肪肝,是,怕肉,经常大鱼大肉,容易导致蛋白质收入超标, 长期如此会增加肾脏负担,肾脏不好的患者,如果继续多吃肉,更会加重对肾脏的损害,肠,怕坐,眼睛发现。 喜欢久度不动的男性,肌脐肠肌肉复发的风险会增高,而人由这种良性肿瘤发展的结果是,可能会引起脐肠癌,而且,一位诊断患有脐肠直肠癌的患者,如果每天长时间坐着,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,如果让身体导致运动状态,生存希望就会增加。 1.怕痛,若饮食不当,容易又把一线炎发作,如暴饮暴食,过度饮酒,都容易对一线造成刺激,引发急性一线炎,部分患者,一发病就十分凶险,若抢救不及时,很容易导致死亡。 2.怕甜,糖色入货量,会加快胆固醇的积累,造成胆质内胆固醇,胆质酸,若营脂三者比例失调,而过多的胆固醇又会形成胆固醇结石。 2.另外,糖果都还会转化为脂肪,促进人体发胖,进而引起胆固醇分泌增加,促使胆结石的发生。 3.皮肤,怕晒,很多老人觉得,涂抹防晒霜是年轻的爱美女性的专利。 4.其实,老年人更应该注意防晒,这是因为,老年人皮肤变薄,平时又不注意防护,在夏季很容易发生日晒伤。 4.主要表现为日晒数小时后露出不畏的弥漫性的红斑。 4.水肿,严重的出现大跑,但有臊壤和生竹痛,应避免烈日复晒,外出撑伞,穿长袖衣服,尽量不要在上午10时,到下午20光照强烈是外出,膀光,怕憋,经常憋尿更容易患膀光炎。 4.憋尿是膀光强基础于充盈状态,会使膀光比弹性解退,膀光上的压力感受气变得迟钝,这就是经常憋尿,会慢慢感觉没有尿意的原因。 4.而且,此时膀光的收缩力已经下降,会导致排鸟后膀光内产存尿液增多,出现尿猪瘤,排鸟次数减少,但现肺物无法及时排出体外,容易引起膀光炎,甚至膀光癌。 4.而且,憋尿后膀光内压力增高,细菌已沿着输尿管上行,引起肾瘀肾炎。 5.回复2018,领取今日健康独酒定制礼物,今日健康IDJRJK365,中国第一健康悲看,科技健康高知社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